一亿己之力抱锤野狗 单挑野狼 狼欢的战斗力究竟有多猛 在自然界 动物们为了生存经常大打出手 而论实力又科动物的战斗力 大多要强于猫科动物 而作为平头哥的亲戚狼欢自然不遑多让 那么狼欢战斗力究竟有多猛 在漫威系列动画以及电影中 有一个超级英雄是金刚狼 它的双手背部可以伸出利爪 但是你肯定想象不到它的原型就是狼欢 当你第一眼看到狼欢 一定会觉得它就像是缩小版的小熊 事实上它的脑袋像熊 身体又和雕相似 于是它还有一个草率的名字 叫雕熊 别看它体型不大 但是实力却不容小觑 由于这种动物常年生活在气候较为寒冷 食物资源不太多的地方 比如北极边缘 大兴安陵等地区 于是穷山恶水出雕熊 它们的脾气的确不太美 从这家伙尖锐的犬牙 就可以看出这家伙不是吃素的 事实上 雕熊经常捕杀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 比如马鹿 赤狐 野猫 当然有的时候还会荤素搭配一下 吃点树皮果实 而它之所以有能力捕杀大型的动物 这还得益于它一个武器 那就是被毛发覆盖下尖锐的大爪 这爪子看上去就和北极熊一样 每当有食物从它的身边而过 雕熊就会像豹子一样扑向目标 然后用自己强劲的下颌骨 咬断动物的脖隔 这时如果碰上比自己强大的劣食动物 它们就会展示自己的秘密法宝 那就是雕熊独有的放屁技能 可以对半径机理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一次高额伤害 并眩晕10秒 给了它们逃跑的时间 雕熊有着超高的耐力 可以奔逃几十公里 使得很多劣食动物不得不放弃捕杀雕熊 而雕熊之所以有这样的速度 也得益于雕熊腹部及后腿位置的皮折 它可以帮助雕熊在雪地中快速跳跃 翻山越岭 可见狼欢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以一己之力抱锤野狗 狼欢的战斗力究竟有多猛 欢能干翻群狼吗 在我国的大兴安里 就有人拍到狼欢对战群狼的画面 当你第一眼见到狼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它们的样子和狗的差别不大 只不过那凶恶的眼神让你清楚它们不好惹 在猛兽中 狼的体型其实并不算大 但遇到比自己大的对手 也不耸的 这主要是因为 狼是群居性的动物 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个绝对的领袖带领 使得这个种群一跃成为食物链顶端的劣势动物 当然 光靠团结还是不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因此狼也进化出了其他的本领 比如速度与耐力 狼有着修长的四肢 能长时间的跑马拉松 在追捕食物时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7公里 相当于小汽车在城市行驶的正常速度 如果不能快速对食物形成何为之时 狼还能凭借灵敏的嗅觉 在200公里的范围内追踪食物 当狼群包围对手之后 会轮番上阵 以此 消磨对手的体力和求生欲 最后给予致命一击 可见狼的实力不容小觑 而狼在体型方面显然是比狼欢更大些 而且还擅长以多欺少 按理来说应该可以把狼欢干趴下 但结果却是 狼欢直接和这两只狼男分伯仲 只见狼欢左右开弓 不停地掉转身体 趁两狼眼花缭乱至极 一口咬在狼的鼻子上 一举夺得了主动权 而两只狼只能被动地防御 见此 狼欢也是边战边退 最后也是无奈放弃了捕食 以一己之力抱锤野狗 单挑野狼 狼欢的战斗力究竟有多猛 事实上狼欢在力气 以及额骨的咬合力方面 狼欢都要比狼强得多 因此狼欢是有能力和狼翼战的 那么两头狼干不过狼欢 六条阿拉斯加犬又能否干得过狼欢呢 阿拉斯加犬是典型猎犬 虽然阿拉斯加脾气好 但是在惊慌之下 发起攻击或者真的挤眼了 就凭他庞大的身躯 伤害也是很强的 之前就有人拍到 一只狼欢对战六只阿拉斯加犬的场面 但狼欢的表现却是一点多不慌 阿拉斯加犬虽然在气势上碾压狼欢 但论单挑阿拉斯加犬显然是无法跟狼欢比的 但是有着六倍的数量优势 也让阿拉斯加犬嚣张了一把 而狼欢也不傻 不断地续晃周旋 只要有一只狗不在状态 它就能突围出去 显然它成功了 综上所述 动物界的法则一直都是弱肉强食的 每种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小小的狼欢能够击退比自己体型大的对手 我们也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